不是神恩典的人 罗马书第二章一字十六节 你这乱断人的 无赖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世上乱断人 就在什么世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乱断人的 自己手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乱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手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呢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的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反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容身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 不胜从真理 反胜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 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反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反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为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胜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次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 隐秘世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律法学家总乱断他人 而他们自己却不能遵守律法 让我们谈一谈律法 使律保罗对坚持律法的犹太人说 你这乱断人的 无赖你似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世上乱断人 就在什么世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乱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哪 你乱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罗马书第二章一子三解 律法学家认为他们敬神 这种人不能用心信神 而是将他们施违的骄傲 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上 这些人喜欢乱断他人 善于乱断他人 但是他们用神的话乱断他人时 他们认识不到自己 完全与那些受批评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犯了同样的错误 例如他们不守圣誉 尽管他们教导他人 要遵守神的诫命 他们教导他人服从律法 遵守律法 但他们自己却不遵守律法 使徒保罗对这种人说 你这人哪 你乱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解 律法学家在神面前不能得救 律法者不能拯救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的宗教生活 基于律法 神将审判我们 律法学家的生活 导致了神的愤怒 没有得救的人 具有律法主义的信仰 他们根据律法教导他人 如何生活 其实当时本不该说 很久以前 我们国家里 大多数的基督徒都那样 知你与律法的牧师 常常责备烫发的女人 说他们要下地狱 如果我们听了这样 像会众传播 遵守律法的牧师 我们肯定相信这些烫发的女人 自然要下地狱 这只是15到20年前的事情 根据这些牧师的话 如果女人使用口红 则意味着她要下到炼狱 这些人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表面上在神面前显得圣洁 教导人们不要使用口红 或者烫发 死终漫步行走 既不能购买货物 也不能出售货物 这些律法主义者告诉信徒 在神的眼里 什么是政策的 什么是错误的 而他们自己却是伪君子 犹太人就是这样 他们按律法乱断外邦人 这样说 他们不了解神 侍奉偶像 他们注定要下地狱 他们是残忍之徒 但是他们自己对世俗财富和义神 超过了对神的喜爱 你这乱断人的 无赖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世上乱断人 就在什么世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乱断人的 自己手行却和别人一样 犹太人根据律法乱断他人 但他们绝不遵守他们自己的说教 况且 那些不信神的义 或者在心里没有耶稣之拯救的人 认为他们能够严格地 按照神的道生活 但他恰恰像犹太人一般 律法主义者要受到审判 这里年轻的一代或是从未这样过信仰生活 但是老一代或是听说过 基于律法的不道 牧师常常责备那些烫发的人 只因为烫发看似引荡下流 那时候牧师不能做这里事 很久以前 如果有人说义人 或完成圣话 这些话常常成为众矢之地 虽然现在使得人常常使用义人做表达 这意味着基督教已经改变了 假师父不能随意撒谎 因为即使他们的会众 已经通过收集和磁带 听到了真福音 因此他们不能对听众信口呲谎 现在我们是要知道 最重要的事情是律法主义者 乎是耶稣基督完美的拯救 他们根据律法过宗教生活 要受到神的审判 第四节谈论神的审判 让我们阅读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恩慈是令你悔改的呢 神将审判律法主义者 兄弟们 律法主义者的信仰反对神 律法主义者反对神的爱 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为 制定标准 律法主义者忽视神 借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饶受了他们所有的罪顾 与过法的拯救福音 那些根据律法过信仰生活的人 要受到神的审判 但是 使徒人在神面前 根据律法过信仰生活 我们不能想 因为得救 我们被豁免了他的审判 使徒保隆说 律法主义者不能得救 相反 他们要被毁灭 受到审判 我们必是知道 什么样的人根据律法过信仰生活 并如我们制定计划 向他们传播福音 世上有使徒律法主义者 包括犹太人 使徒保罗不知谈乱 耶稣清洗了天下所有罪孽的事实 他还说 按照律法过信仰生活的人 如犹太人 反对神的人将如何受到审判 他们呼释神的爱 神通过这爱表达对我们的怜悯 他们呼释设罪的福音 既神同摩天下所有罪孽 因为我们在他的眼里是可怜的 你们周围不是有很多人 过着这样的信仰生活吗 使徒律法主义者认为 神并不是怜悯世人 他没有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 然而 有些人接受神的爱 在他面前被称作义人 即使现在还有些律法主义者 忽视了神的意 以自己的思想藐视神的拯救 后则肯定属于大多数 他们冷言看待前者 我希望你们知道 你们周围有史都人藐视他丰富的恩赐 宽容忍耐 就如同犹太人那样 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是的 十多人都这样 律法主义者在神面前藐视他人 律法主义者藐视什么呢 神的拯救 生活在这世上的十多人 都藐视耶稣是神儿子这个事实 包括犹太人 犹太人是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说 神的儿子柔和 他只是一名先鞠 他们只在这点上承认耶稣 以色列民藐视神的儿子 用手轻拍耶稣的脸颊 说 他说了健网的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五节 他们现在也藐视他 犹太人藐视神 因为他们不信他的儿子 以色列民漠视耶稣不难理解 因为他们不信他 但是外邦人当中的律法主义者怎么做呢 他们藐视神的爱和神的义 律法主义者靠自己的行为生活 在律法主义的教派里 律法主义者教导他的信徒 走脸挨打时要伸出右脸 他们绝不生气 他们还受指导柔和传播教义 漫步行走 柔和微笑等等 他们认为自己完全了解圣经 坚持认为他们的原罪以得赦 但他们是要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领受日常罪孽得赦 这也是律法主义者的信仰 这些事情也叫人藐视神丰富的爱心与拯救 他们说你们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无罪 你们是义人 你们相信耶稣清洗了所有的罪孽 已经领受一切罪孽得赦 他们认为神已称他们为义人 即使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义人 所有的律法主义者都相信这些基督教的教义 因此我们必须远离这些律法主义者 信仰耶稣后 靠悔改的祈祷领受日常罪孽得赦 是拘泥律法吗 不是吗 是的 他是 是遵守律法还是不遵守律法呢 是的 他是 这不是出于信仰 称自己按神的道生活的人 是律法主义者 我们周围有使徒这样的人 使徒保罗只信耶稣基督 完全领受罪孽得赦 但是 旧约里根据律法信仰的以色列民 信仰犹太教 这样的人是不是多是律法主义者呢 他们遵循律法 传授表面上的行为 如 如何行走 人应该怎么做 或者人不应该怎么做 因此 使徒保罗讽刺的责备这些人 他做这件事情 做得很有礼貌 今天的基督徒也依据律法 过着律法主义的生活 他们相信 尽管因信得胜 他们得为罪做悔改的祈祷 得赦自己的日常罪 他们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的信仰拘泥于律法 使得牧师善于禅教 说 我们应信得救 但是 他们最终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犯罪 悔改 这些牧师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依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虽然不信 或者自己信赖耶稣基督 我们得救前是律法主义者吗 是的 我们是 重生前 我们认为做善事能拯救我们 这世上有使律人都是这么想的 神教导他们悔改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脱抹 这样 那安收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石头行战第三章十九节 但是 那些人不悔改 他们多么固执啊 所以使律保罗再次告诫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律法主义者删布他们致死都是罪人 让我们阅读鲁马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竟认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激世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 当神的义的审判 最终显明在这些律法主义身上时 神的愤怒才会被敏忌 但是 律法主义者太固执 即使刀架在脖子上 他们也不愿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 即使面临危险时 他们也仍然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 有些人宣布自己在神面前永远是罪人 直至他们死亡的那一天 他们说自己是罪人 因为他们不能按照神的道生活 即使他们信仰耶稣基督 神怎么说的呢 他说 因为你们不能安道生活 我拯救了你们 我图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完全拯救了你们 你们既不承认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也不接受神的义 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相反 他们坚持自己至死都是罪人 因为他们想靠遵循律法 与信仰耶稣基督得救 他们必是知道 总有一天自己的信仰与行为要受到审判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愤怒 以致神的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 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 使徒保罗的意思是 你们多么固执啊 你们坚硬 顽固不化的心要受到审判 你们喜爱他的愤怒 耶稣基督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他 因此每个人都能靠耶稣基督 从他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我们因为真心相信耶稣基督 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而得救 我们不能根据律法生活 又悔改我们日常罪而得到他的饶恕 所以我们应从外邦人的宗教信仰 重归耶稣基督 我们至死的那一天都注定要犯罪 所以我们不能靠遵循法 而应靠对主的信仰成为义人 你们能够在神面前宣布自己 致死都是义人吗 或者宣布你们致死只能做罪人吗 我们宣布我们是义人 这靠洗脑才有可能吗 有些人或是会说 这好像洗脑 谁会喜爱这种教化呢 没有人 让我们假设有人每天向你灌输 你们或是强力反对说 为什么那样 所以怎么样呢 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反应吗 有些东西只有当我们心里 执认政策无误 才会相信 如果有人花眼巧语 想欺骗我们 信仰不似基于圣经的东西 绝不能得逞 一点也不可能 我们知道人类非常固执 但是如果是神的话 我们就非常温慎 相信真理 律法主义者多么固执啊 他们多么固执啊 他们宣布自己是罪人 直至生命最后时刻 信仰犹太教的人非常多 在今天的基督徒中 是否有十多人信仰犹太教 不是吗 有很多 主啊 一个罪人到了这里 请饶受我的罪吧 十多人在神面前自称是罪人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思想 看待他们远入的日常罪 即使世上有十亿多的基督徒 韩国有一千万的基督徒 这些人是遵循律法主义者 律法主义者像法利塞人一样 我在信仰祟和圣灵福音之前 也是一名律法主义者 我常常想 我每天犯罪 怎能成为义人呢 如今不同了 你们认识的十多人 都非常固执己见 根治圣经 这种人要到哪里吃呢 他们将下地狱 因为他们的内心坚硬 顽固不化 日法主义者生活在这个世上时 必是感谢和真正相信 耶稣基督 涂抹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悔改 改变他们的信仰 但是 他们太固执己见 不能悔改 这些人应当受到同情 尽管他们应该忏悔 但他们做不到 十多人的做法 都像法利塞人一样 他们腋下加着圣经 在教堂里面 轻声问候他人说 你们好吗 过得怎么样 他们在周日见人时 常常半闭着眼 一副傲慢的神态 他们看上去比耶稣更加神圣 如果他们每天都这么神圣 那该多好啊 你们知道 拘泥于律法的牧师妻子 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 丈夫在讲道坛上传教时 他们很开心 因为他们的丈夫说话温稳而养 圣洁又富有同情心 但是 他们一回到家里就改变了 一次 一位拘泥于律法的牧师妻子 在讲道坛的背后走进了一个家 带来了烤楼 毛坛和稻米 因为他丈夫在家里柔同强盗 在讲道坛的后面温稳而养 牧师问妻子在那里做什么 妻子说 他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在讲道坛后面 丈夫温慎体贴 声音温柔 但在家里他就会改变 令他烦恼 我们必时传福音 坦塞的说 我在妻子那里失分不少 因为妻子说 你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福音 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因为我这个男人不完美 我必时做好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工作 第二 我必时顾家 第三 我必时做先杂事 这些是我考虑的次事 这并非只因为我是一名牧师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负责侍奉福音 照料所有的事物后 我就不能再侍奉福音了 所以我特别强调传福音 在传福音后照料我的其他事情 我想如果我做完所有的杂事后 就没有精力来传福音了 律法主义者站在讲道坛上 表现得如同天使一般 他们教导信徒擦干眼泪 每位律法主义者都因信耶稣 领受罪孽得赦 因为只有那时 人才会真正感到幸福 他才能无罪 这是人心里感到幸福唯一的办法 百姓在生活中犯罪 做一些腐朽的事情 因此 如果他心里有罪 这罪对他比地狱还要糟糕 神会审判这种人 我只能说 十多人在神面前 既是愤怒 这些人既不悔改 皈依 也不信仰耶稣基督 却假装真信 他们将受到神愤怒的审判 他们不能欺骗神 他们无法欺骗 无论他们在神面前 是否只有正确的信仰 如果我们不信 我们要受到神的审判 神的愤怒显明给那些 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将在地狱 丝丝作响的烈火中焚烧 十多人有以不幸 将在地狱里焚烧 因此 我们必识传福音 我们还要既是传播神的道 每当我们相置在一起 我们都要想到福音 而不只是考虑我们自己 还要花时间关心他人 我们必识全福音的理由 是帮助人们摆脱神的愤怒 即使他们迫害我们 藐视神的爱 我们必识了解下面的事情 我们周围使得人家领受这种愤怒 我们必识仔细思考 我们是否真正见证他 我们为什么必须尽力地全播福音 为其他人做奉献 如果我们让他们接受神愤怒的审判 神会喜悦吗 我们不能放任他们自留 充分了解这一点 我们就必须向全世界传福音 你们家里有律法主义者吗 整个家庭将受到他愤怒的审判 什么是他的愤怒 孩子不听父母的话时 我们会说 如果你不听话 我就祝你 如果父母不能再容忍孩子 就会打自己的孩子 子女承认自己做了坏事 祈求饶恕 父母饶恕子女 因为孩子是自己的后代 第四节写道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呢 但是神能忍耐到何时呢 神在地球上忍耐七十字八十年 但人们忍耐两三次 就会用藤条折打自己的孩子 神的忍耐直至我们生命结束 神为律法主义者准备了地狱之火 如果主手里拿着藤条 一切就结束了 神为律法主义者准备了一只熔炉 里面装着沸腾的熔岩与硫磺 神让他的愤怒把死则复活成不腐不朽的身躯 神叫他们身体不腐不朽 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感觉疼痛 神把他们置入容不熄灭的熔炉里 神的愤怒使他们复活成容恒的身躯 他们绝不会被烧死 即使他们感觉酷欲难耐 说 用指头间蘸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虎咽里极其痛苦 陆家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必失向他们传福音 因为他们显然要被审判 我们必失向身边的律法主义者 传福音 把他们拯救出愤怒与毁灭 尽管我们可能受启示和迫害 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全力以赴 我们为什么有兴趣拯救他人 我们为什么把教会财政的大部分 用于文学传教吗 如果我们把金钱只花在自己的教会上 我们可能很有钱 我们可以吃好住好 但是向全世界传播福音 是要使多的物质财富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样的话 其他人能得救 因此 我们必失现身向全世界传播福音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其他人可能领受罪孽得赦吗 如果我们没有向你们全部福音 即使神已经拯救你们 你们能得救吗 不能 你们不能得救 我们大家在重生前都是律法主义者 虽然我们认为自己信仰耶稣 我们还有罪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在这世上早已毁灭了 我们能让他们下地狱吗 能让他们毁灭吗 不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让他们下地狱 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福音与拯救 我们知道谁下地狱 谁进天堂 因此 我担心他们 祈祷并全播好消息 我确保经费 那么多钱花在传教事业上 原因死 拯救一个灵魂 比获得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加宝贵 我们以忍耐和荣耘 传播福音 尽管受到律法主义者的启示与迫害 就是要拯救那些受神的愤怒审判的灵魂 你们或是想 你们最好撰写一些 关于真福音通俗易懂的收集 像小传单那样向全世界传播 如果这是全福音的好办法 我们早已这么做了 但是 因为这样做不起作用 我们常常试用各种可能的办法 不断地祈祷 我们福音传教师 全福音不是为了赢得任何东西 我们全福音是为了拯救灵魂 因为他们知道 所有的罪孽都肯定要下地狱 但是 世上十多律法主义者 虽然以现身基督教为荣 但实际上追求世俗的情欲 我们必须懂得 我们必须懂得向律法主义者全部福音的原因 我们还必须知道 主为何在十戒中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 为何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要用石头砸死 圣日象征耶稣清洗我们所有罪孽的福音 我们在思想上必须牢记耶稣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还必须用对主的信仰去传播他 包括主涂抹了天下所有罪孽的事实 在某次步道中 我发现了对律法主义者的愤恨 但我们必须饶恕他们 宽待他们 如果我们闭口不渝 他们注定要下地狱 我们福音传播则 不容使律法主义者 以金钱藐视我们 或者向我们施加肉体的影响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家人和他人全福音 我们必须向每个人传福音 包括其他人 我们知道所有的灵魂都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珍贵 我们必须珍惜他人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相同的 每当我传教时 我都要说到得救的真理 因为有些灵魂正走向地狱 我们必须拯救他们 阻止他们下地狱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全福音 必须通过文学作品传播 祈求我们施药的东西 我们必须用使徒不同的途径传播 某个灵魂反途 我们就整备一次沿洗 每当我们只办信仰复兴会全福音时 我们就会收获使徒灵魂 有时尽管我们刚刚向他们全福音 有些人又回到世俗世界上了 那时我们充满悲伤 但最终我们还是传播福音 没有丝毫失望 今天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情 请牢记我们周围有使徒律法主义者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向他们全播福音 他们假装遵守律法 即使他们每天只能犯罪 他们认为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就能领受日常罪孽的得赦 他们知觉耶稣已经图抹我们所有罪孽的福音 他们认为耶稣只斩驾了他们的原罪 不包括他们的日常罪 因为他们不知道罪孽的真得赦 那些不知道真理之拯救的人 被称为律法主义者 我们必须向他们传播神的义的福音 把他们拯救出罪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